年画娃娃邓明赫自从出院之后 她的身体也逐渐康复了 而且她也最终完成了自己的两个心愿 那就是返回校园 还有就是和老师同学们一起各个生日 而其实牵挂她和关心她的 永远不止老师和同学们 母娟的时候一个画家给她画的 我看她还有那个年历 她俩的 也是我要上春晚那里 也因为当时的比较有形象的 据邓明赫爷爷介绍说 小明赫变倒的半年 一直牵挂着她的不仅仅是老师和同学 街坊四林与社会人士给予的关爱 同样让他们无比感动 都想你呢 下场表演 大河湖中流啊 天上 多欢迎一个 快乐 你什么时候上学啊 我们都替你着急 你觉得一生命着急了 所以发着烧呢 哎哟 邓明赫 你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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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来一遍 好了吗 好了吧 可以 上学了吗 上学了吗 嘿 真好 再见 这就是邓明赫 只要有他在的地方 永远都会有意想不到的关注 在这些长辈的眼里 他们无时无刻不再挂念着 他们的这块社区宝贝 好累哦 我都快 好了 都快过来 累了 你真是好 不是 我特别想他 你知道吗 我的好的好孩子 特别好 我们是邻居 邻居 邻居他特别好 爱弟弟 特别懂事 他特别懂事 孩子好了 真好 哎哟 全楼的人都很惦念他 你知道吗 真的 奶奶唱的好听啊 又一唱的好听吧 哎哟 快点好 早日康复 简简单单几个字 却饱含着大家 对邓明赫难以言说的情愫 因为小火宝邓明赫 对于身边的每一个人 都有着别样的意义 一年节的时候 他老说他这里是老大 都特别喜欢他 他是那时候代表那个 学生讲话 先生 林奇王 松桑母排 身体已经恢复好了 就是有一点点虚弱 调整一下心态 调整一下身体 过完十月份左右吧 就是跟着正常的孩子 完全就一样 哎呀真的是每次看到小明 以后都非常的天动人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味道 谢谢大家